第1984集 都看我做什么呀 我不认识你们 楚风的脸都要绿了 总觉得有刁民想害症 但是他却不能变脸色 以大毅力克制 让自己不动如山 稳如磐石 终于安静了 冲动开口的人闭嘴了 气氛紧张 没有人愿意再打破 这种特殊的宁静 现在一群人都在看着楚风 你们看什么呀 我迷路了 他很想这么说 没见过走错路的人们 都盯着我看作甚呢 他心中愤懑 感觉要被坑死在这里了 但是他却不可能开口解释 还得保持坚默 他已经感知到这里的情况 后面的一群人 并无杀意 甚至可以说眼神火辣辣 都在盯着他 其中包括黑狗 第一山的人皮等熟食 来头极大 至于前方 那里就更加恐怖了 一只大道无边的毛子 仿佛挤压满了整片黑暗宇宙 冷冽无比 楚风的到来 让浑河深处的无上生灵 忌惮不已 到现在 都没有开口说话呢 双方阵营间 可谓紧张到了极致 一个人的到来 彻底改变了局势 然而 楚风毫无这种觉悟 他看着那只眼睛 觉得被针对了 你瞪谁呢 够了吧 瞪我没完没了 活该你眼睛流血 在这里站了片刻 他自然就彻底 清除两大阵营的状况 正在对峙呢 也明白了自身的危险处境 一个弄不好 他就要跟无上生物交手 生死大对决 可是 他有对付无上的本钱吗 真要动手的话 被那个急速的 生物的大手 糊在身上 连肉泥都留不下 估计什么都没了 当想到这些 楚风让自己稳住 他打定主意 不开口说话 沉默是金 因为 一旦与无上生物对话 那肯定说多错多 他只要保持高手风范就够了 况且他认为 自己的格要更高 肯定不能先于 浑河深处无上开口 强者不都是最后发生吗 当司机这些 楚风周围的大物更浓了 身体竟如史前神山 溃然不动 他始终在看着浑河中极地 那只流血的眼睛 很想说你都流血累了 你还装什么大尾巴狼啊 有话赶紧放 宁静被打破 狗黄无比激动 喜悦 他实在忍不住了 在后方 汪的一声大吼 并鄙视浑河的霸主 他觉得召唤成功了 至此之际 狗生得意 须锦欢 忍了这么多年 怎么能不吐一口恶气呢 俯师光头男子等人 也都斗志昂扬 不管怎么说 士气高涨了起来 楚风想哭 你们能让我省点心吗 看这架势 这是要逼他和无上打 他很想大叫 这也太坑了 我会被一掌呼成尘埃的 你们全都是大窟窿 楚风毁的肠子都清了 为什么来这里 谁把他弄过来的 都是大坑啊 浑河尽头 恶土深处 有强大的原生物不满 替无上助威 为无上名不平 与狗黄九道一等人对峙 就是那只巨大的眼睛 也渐渐冷漠起来 再次发出无情的寒光 眼睛的主人开口 传说中的那位 他又疑惑 那个人早已消失无尽岁月 彻底与诸天断去联系 回不来才对 当想到这些 他心底身处竟尝出了一口气 疑惑是狗黄昔日追随的天地 也不该出现才对啊 他疑似在那口神秘铜关中 正与世隔绝 目前谁都找不到 可是前方模糊的身影 若是有诈 为何气息如此的射人 深不可测 连他都看不透 尤其是那大巫异常古怪 纵然是他这个 极数的生灵都望不穿 所以这位无上 心中惊疑不定 无上生物再次开口 降下的一缕一只 现场寂静 没有人回应 我就是不说话 我就这么默默的看着你 楚风保持原姿态 无任何动静 太医 武皇等人都觉得 这位太稳了 从容自若 连无上的问话都不屑搭理 这种风格 这种风采 有谁可比肩呢 披腻浑和 无是恶土中的无上生物 着实让后方的人激动 热血上涌 都恨不得一起 跟着贺汗 终极地 许多浑和原生物心惊 那位太可怕了 居然都没有理会 他们的无上之主 全程默示 这让他们生出 一股不好的感觉 今天浑和不会有大难吧 在浑和原生物重墙看来 那个人宛若一座不朽的大山 横跟在此 他正在逼迫 难道想只身一人镇压浑和吗 楚风心都在抽搐 你们都什么表情 不管是对面那些该死的怪物 还是后面的友军 你们诚心要弄死我吧 没看到那只大眼珠子 冒出的寒光都割裂大盗了吗 忍不住快动手了 但是他能做什么 算了 我心依旧还是保持这种默然的姿态吧 他俯视浑和就这么默默的看着 我就是不说话 恶土中 无上生物的沙翼烈星海 他是谁 万界共尊的无上 诸天因他一念而大聚 可现如今却完全被人无视 纵然不成道歉 他都有自己的骄傲 更慌论是现在 黑雾翻涌 将恶土淹没了 终极地是一片宇宙 广袤无银 眼睛悬在中央 无边的黑暗将它都覆盖了 显得异常恐怖 一时间诡异气息铺天盖地 小心 不要被不祥的黑雾侵蚀 俯师喝道 提醒身边的人 他成为这个样子 就是当年被各种污染源 侵蚀所致 若非他自身足够逆天 换一个人 肯定早已形神俱灭了 狗黄淡定 不怕 黑雾过不来 他觉得 那道身影比九到一靠谱一万倍 根本不用担心 楚风终于动了 扬天而望 想要常态一声 这是要被侵蚀而死了吗 然而看在别人眼中 这种格当真是高得无与伦比 他在干什么呢 面对无上的杀意 他彻底无视了 宁愿抬头去看天空 黑血研究所的主人难以自议 当真是 七吞六合八荒 大气魄 针骨硕金无人敌 我 你大爷的 在说什么呢 看我死得不够快是吧 楚风想捶死他 这是意向惊天 无量黑物沸腾全面爆发了过来 寝食外部的大忌 天地出现大窟窿 时间河流也出了问题 然而当所有黑物涌过来时 刚接近楚风不远 他脚下金色纹络蔓延 将所有的黑气都抵住了 并且在痴痴声中 不想被蒸发 而后灵气阴郁 接着圣洁气息弥漫 有人大声喊道 这才是无上手段 身弱红装 抵挡万古 洗礼诸天 楚风 接受了这次的恭维 心中甚畏 我原来这么强啊 他飘飘然 我就横空于此 让你寝食又如何 无万伐不亲 然后他不说话 背负双手 就这么默默的望着高天 大眼珠子 我都不看你了 混合尽头 终极地内 无上生物瞳孔收缩 他并没有怒 正常生物的情感 早已不存在他的身上了 他现在有的只是战役 更加灵力 无上不能退 唯有战 这个时候他要出动了 混合尽头那里 肚尔石药炸开了 大面积的生机浓郁的化不开 澎湃开来 那里是无上生物的养伤之地 现在一散出丝丝缕缕的特殊物质 这些都是混合孕育出的至高精粹 属于举世难寻的奇真物质 外界不可见 现在 仅仅是飘出丝丝缕缕 都让人觉得天地不同了 仿佛永固 可以长存下去 从此不朽 在那里 有一道恐怖的身影渐渐浮现 无上生物要露出真身了 不过 他也付出很大代价 唯一清晰可见的冰冷毛子 在淌血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